现在天气慢慢的开始变得炎热 所以说我们养护卸转栏 是烂根的一个高发期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 不要等到出现烂根了 再来做处理 这样的话就很难让它回复正常生长 就像这一盒一样 那么为了很好的预防 我们的卸转栏出现烂根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这种内吸型的浮萌二枚林 这种二枚林 我们直接对水给它浇灌根部就可以了 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准备500毫升的清水 然后直接按压四下 这样就兑好水了 然后直接给我们的卸转栏 一个月浇灌一次 包括家里面养的一些长寿花 多肉 比较容易烂根的 我们也要给它做好预防 一个月用一次 那么除了给它用药做预防之外 平时我们浇水也要适当的注意 不要给它过度的积水 不要给它导致积水烂根 同时养护环境也要增加通风 如果这个气温25度以上的话 一定要给它做遮阴修理 不要给它塞太阳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卸转栏 能够安全的度过夏天 好了 我们下期见